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這邊的學習的重點 這些重點是跟地震報告有關係 這是一個地震報告 它這邊標示一個叫鎮央 這要寫鎮央在哪裡 會有個鎮圓 這有個鎮圓深度 還有一個重要的分別叫做規模跟鎮度 這裡有寫了規模跟各地的最大鎮度 我們就要學會鎮圓跟鎮央 鎮央規模跟鎮度是什麼意思 兩者之間會有何不同 這是我們學習的重點 我們第一個要講的是鎮圓跟鎮央 我們前面交過為什麼會有地震 因為有斷層 對不對 所以地底下發生斷層的地方 就叫做鎮圓 底下發生斷層作動的地方叫鎮圓 然後文言文 鎮圓在地面的頭影 白化文 鎮圓垂直地面那一點叫做鎮央 鎮央 所以這有個所謂的鎮圓 還有所謂的鎮央 所以從圖上可以看到鎮圓是在地底下 鎮央是在地球表面 中間的距離叫做鎮圓深度 鎮圓深度 OK 上一次四川大地震的時候 可愛的新聞記者小姐 報新聞 他說 剛發生狀況不明 醬醬醬醬醬醬 最後他講了一句 不知道鎮圓處的傷亡如何 鎮圓處的傷亡鐵定是零 因為他地下沒有人 他想講的是什麼 鎮央 他想講的是鎮央 OK 鎮央處不知傷亡如何 所以分清楚什麼叫鎮圓 什麼叫鎮央 這個學測考過 畫一張圖 點三個點 問你誰叫鎮圓 誰叫鎮央 然後這個鎮圓深度 我們根據鎮圓深度 可以把地震分作 淺圓 中圓 深圓 地震 還有人有分一個集淺圓的 還有人分一個集淺圓的 30公里之內集淺圓的 你不用背 你不用背 多深叫深圓 你不用背 不用背 你只要知道有分這三種就可以了 未來會交你地震帶 然後告訴你這個地震帶有什麼地震 那個要知道 那一天是要知道 這個多深多淺 不用背 不用知道 以前有告訴你 最遠深度很少超過700公里 看過就算了 現在不會考 以前考試有考過 下列迅速 合者正確 鎮圓深度900公里 錯 太深了 沒這麼深 不過這種題目 現在應該是不會考了 所以你就看一看 聽過就算了 很重要 好 這又是 一個重點 請弄清楚 什麼叫鎮圓 什麼叫鎮央 地下產生斷層的地方 叫鎮圓 在地底下 垂直地面那一點 叫做鎮央 在地球表面 好 弄清楚 什麼叫鎮圓 什麼叫鎮央 然後知道有深圓 中圓 潛圓就可以了 不用背數字 就是我們跟各位提示的 第一個重點